北斐市上游水部洩洪 導致為何掘逼 60萬衛灰災民被洪水圍困 已長達7天 7月27號 衛灰市前禮良屯村 李女士和丈夫被救了出來 就安置點了 安全了已經 藍天救援隊楊先生說 衛灰災情非常嚴重 還有許多災民等待救援 楊先生表示 軍方接管後 民間救援隊撤離了 但一直有災民打電話 現在他們又進入當地緊急救援中 藍天救援隊21號趕往河南災區 7天來 一刻不停地在救助各地災民 早在23號凌晨3點多 新鄉市牧野區牧野鄉西木村廣播說 衛河已經漫低 33個村莊受災 請村民儘快上二樓 藍天救援隊也發微信說 衛灰下源附近災民太多忙不過來 請求其他救援隊支援 並透露已有人員死亡 7月25號 新鄉原陽扁旦王村廣播的話說 衛灰的同胞已經斷水斷電幾天了 缺吃缺喝 我們扁旦村要向自己的同胞發起愛心 開始活面 抗油膜 支援衛灰 大量視頻顯示 民間救援隊正在組織大卡車和大貨車救助衛灰災民 同時 大批衛灰民眾走在齊腰山的水中 向高處轉移 等待救援 而在新鄉醫學院第一部署醫院門口 大批患者站在水中等待向高處轉移 7月26號凌晨 還有衛灰災民求助說 急需遊艇 現在進入衛灰的通道已經擁堵 政府不允許社會救援車輛進入 一名疑似救援人員介紹說 衛灰市的水位還在一直上漲 衛灰現在是整個縣城都是大海 都是汪洋大海 最深的地方能沒過人一頭 有艇的就來衛灰這邊 看我手機的定位 有艇的 沒有艇的就不用來了 來了也下不來 沒意思的 整個縣城都一樣了 還有救援人員揭露當地政府救災不利 而且管理混亂 許多災民忍急哀餓 至於救援物資為何不能送到災民手裡 王女士表示 政府說正在研究 正在安排 看到他們那麼多人在水裡泡著 真的是心裡特別的不舒服 我就想哭 王女士哽咽著說 衛灰一些村莊仍泡在水下 因為水太深 他們沒有遊艇 無法救援 但也有一些團隊掛著救援的條幅 來這裡發災難財 拖一輛車收2000元 一天賺好幾萬 卻沒人管 還有網友發視頻介紹衛灰民安置點的情況 同樣一片混亂 以不到實地來 根本看不到這種壯觀的傾向 呃 反正老壇看的是比較心酸 中壇都沒吃 全部是老人小孩子 然後看看吃的啥 吃的泡麵啊 太心酸了 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安置點 同時 視頻顯示 救災物資被人拉回家了 還有網友說 新鄉很多地方 有很多救援物資由於領取麻煩 饅頭放壞了 蔬菜領到手也爛了 希望政府簡化物資領取流程